朱雅虎只坦承部分事實 還有什麼呢 其他的共犯跟證人的陳述 尚有疑義 所以定理委員 這個局 我一直以為朱雅虎全招 沒有 警察官手上還有牌 本來在高院認為中 你也沒有拿出證據 證明他有逃亡之餘 他犯的也不是要押的 那個五年以上的重罪 到了北院跟裁的時候 這個逃亡篡證 已經有了 有可能會跑 還加上什麼 省慶金 他們有犯意的聯絡 省慶金現在在哪裡 在醫院 在醫院吹冷氣 所以這裡面跑出 省慶金跟朱雅虎之間 有一些相關的東西 在地院被揭露出來 到底是揭露省慶金的口供 所以他去吹冷氣了 新的共犯跟證人的陳述 那還是朱雅虎這邊 就是說北檢拿出的東西是 省慶金跟朱雅虎之間有關係的 好 那我就要接第一個謎 朱雅虎的金流之謎 剛才已經摸到一部分了 朱雅虎北檢現在要查的部分是 我們看到是210萬嘛 對 我們之前電視都講210萬 太low了 對 太小了 不是太小 210萬已經有5個證人認罪了 我何必要你朱雅虎 對 對不對 匯款的7個人有5個認罪耶 對 5個還有人講說 我想要轉5點證人 對 匯30萬的人都認了 假政治現金 真人投匯款 對 錢來自於老闆省慶金 我要你朱雅虎幹嘛 對 也不成比例嘛 那朱雅虎還有一筆錢 鼎月分論是5億喔 對 那5億要分配給有工人士 對 朱雅虎當董事長要去分配 那是5億喔 那4.3億是重機率增加之後 省慶金跟他要的 是威京集團的公關費是4.3億 對 那公關費的4.3億裡面 有4700萬去了應小微的5的協會 所以還有3.8 3.8加5是8.8億喔 沒錯 這8.8億去了哪裡 然後再加上那個裁定書裡面 有非公務員 對 你以為他拿的是小錢嗎 你以為他拿的是小錢嗎 210萬滴滴答答嗎 8.8億的10%都是8800萬 這8.8億朱雅虎你要交代的是 你去了哪些人 是 這些人是民意代表 官員 那民意代表跟官員都屬於公務員 對 所以民意代表跟官員有沒有還沒交代清楚的 也許有 那個屬於第一項 那第四項是屬於非公務人員的 他是誰 這個是朱雅虎的金流之謎 在北檢揭示給台北地院的根裁的時候 這裡面有出來 那另外李文中 繼續壓個部分 李文中還是要提他一下 李文中有木渴啦 有政治獻金 李文中有基金會他有一大堆不明的金流 他也要交清楚 第三個叫做徐子瑜 橘子 徐子瑜呢 陪著柯文哲接觸這些富商巨股 出入逃租引員 他摸到的錢不是那300萬而已 他見到的人也不是那幾個人而已 那他見到的這些人 包含審慶金 包含很多台中的也有 嘉義的也有 這些金流他見到的又是一筆 那這三件事情 到底是三個獨立事件 還是有關聯 不知道 如果有關聯就有對價嘛 如果是獨立事件 有的是違反政治獻金法 有的是洗錢防治法 所以這一塊 在朱雅虎被壓 而且還做輪椅 那接下來就會很精彩囉 週一到週五 晚上十點到十二點 躲定三立 你這靠新台派上線 新台派都給我上線